好,来,各位同学,我们来看八三页老师讲解二 八三页老师讲解二,AB下降等于负四负五,BC下降等于六负三要求AC下降 那同点请记得,如果说呢,这个有起点终点的移动呢 就把它看成是位置的移动,就是位移 假如说要从A点到C点,这边题目所提供的是A到B,B到C的移动 所以呢,如果你要A到C的话,就请你先绕到B A到C的移动,我们可以把它讲成是A到B 然后呢,再加上B到C的移动,这样可以接送吗 好,那AB向量呢,是负四负五 再加上BC向量是六负三 那我们说向量的加法其实很好算 就是第一个位置加第一个位置,所以就得到二 第二个位置加第二个位置就得到负八 好,所以AC向量的二负八 有没有问题,我超错了吗? 二负五,没有,我是超错了 哦,这是六负一 六负一,所以这个最后答案是二负六 三负二,这样是很高兴